地图上一共有800个铁头士兵 接下来将要抵挡六种不同类别的僵尸进攻 看看铁头在不上塔的情况下 输出能力如何 首先登场的是5000个吸服僵尸 吸服僵尸的血量为80 士兵的攻击力为26 基本上要四枪才能干掉一个 而士兵的攻击速度为每秒钟开火2.5次 那么从理论上来说 两秒钟不到 就能击杀一个吸服 从画面上来看 吸服僵尸根本还没有靠近士兵 就被击毙了 不得不说 士兵在面对这种血量少的低级僵尸时 作战能力还是很不错的 最终的结果是 5000个吸服全部被消灭 士兵是零伤亡 再来看第二回合 这回是5000个女妖登场 从女妖的蹲跑速度来看 她们一个个都饿极了 看看800个铁头能不能抵挡 女妖的血量为120 一个士兵需要开火5次才能击杀一个女妖 换个角度来说 一个士兵需要2秒钟才能击杀一个 从画面上来看 女妖虽然可以靠近士兵 但几乎还没有做出攻击反应 就被击毙了 由于铁头的射击距离只有5.5格 射程比较短 这就导致很多站在后排的士兵 甚至都没有开火的机会 这就有点搞笑了 最终5000个女妖全部殲灭 士兵阵亡人数为1人 接下来第三回合 5000个小胖子汹涌而来 看看800士兵能不能抵挡 小胖子的血量是500 一个士兵需要开火19枪才能击杀一个小胖子 换个角度说 一个士兵需要4秒钟才能击杀一个 从画面上来看 士兵的火力在面对小胖子无法做到压制 不断有人阵亡 顶不住 小胖子军团实在太猛 皮骚肉粗打不动 800个士兵全军覆没 最终结果只击杀了3685个小胖子 平均每个士兵击杀5个还不到 第四回合登场的是5000个口水怪 这是游戏中唯一具有远程攻击能力的枪势 而且还附带小范围的群伤效果 看看800个铁头 面对口水大军时的表现如何 口水怪的血量和女妖一样 也是120 士兵武枪就能解决一个 但口水怪的射程是4格 仅仅比士兵短了1.5格 也就是说口水怪根本不需要靠得太近 就能做出攻击 而且喷出来的毒液还能建设到后排的士兵 这一点让士兵很吃亏 一番比拼下来 800个铁头终究还是拼不过5000个口水怪 全军覆没 最终的结果是 一共击杀了3926个口水怪 这个数据要比前面对抗小胖子军团稍强一点 第五回合开始 这回地图上方出现了200个变异者 虽然数量不是很多 但每个变异者都有3000的血量 估计铁头这回又是凶多吉少 果然 双方才刚刚交手 铁头军团就呈现溃败之势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变异者也是拥有扩散性伤害的僵尸 士兵军团战备越是密集 受到伤害的人数也就越多 变异者是一个一个被击杀 而士兵却是一群一群的倒下 最终只击杀了43个变异者 这个数据有些惨不忍睹 第六回合 游戏中的Boss僵尸出现了 一共50个巨人气势汹汹地扑了过来 看看800个铁头能不能度过这一年 巨人的血量为1万 带有30%的护甲值 也就是能降低30%受到的伤害 铁头攻击力为26 计算下来需要开火554左右 才能击杀一个巨人 铁头血量为120 护甲值为40% 巨人的攻击力为160 并且是扩散性伤害 基本上两巴掌就能拍死一群的铁头 差距很明显 800个铁头无法去跟50个巨人肉搏 全军覆没 最终只击杀了11个巨人 那么本期内容的上集就到这里了 下集我会用800个狙击手去核僵尸较量 看看800个狙击手的输出能力如何 能否为今天的铁头士兵报仇 感谢观看 下集再见